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就来了解其中一位伟大的诗人李白 李白是历代中国人非常喜爱的诗仙 人们喜欢他不仅因为他的诗歌 还因为他个人经历 以及他所见证的那段历史 我听有人说李白是外国人是吗 这个来自于李白出生于岁月的一个说法 而岁月呢 现在又在吉尔提斯斯坦这个国家里 但也有的版本说李白出生在四川 那如果在岁月不就算是外国人了吗 就算真是岁月也是中国人 因为在隋唐时期 岁月是属于中国版图的 它是朝廷设在西域的一座边陲城市 而岁月这个版本 成为了大多数人认可的版本 主要来自于1971年 历史学家郭沫若给李白的出生地定为岁月 但无论哪个版本 李白小时候是在四川省绵阳江游市青莲镇长大的 所以李白的号就是青莲居士 那什么是诗人的号 号就是雅号 可以理解为高雅的外号 你就连现在体育运动员也有一些善意的 显得很亲密的称呼 比如原来有一个打乒乓球的张一宁 由于太厉害 拿过19个世界冠军 大家很喜欢他 就管他叫大魔王 这就是一个号的感觉 那李白的青莲居士 意思是居住在青莲乡的人吗 居士不是居住在那儿的人 而是和宗教有关 比如我信奉佛教 但我不一定要出家当僧人 我自己在家信佛教 这种叫居士 唐宋时期宗教盛行 对文人影响很大 李白又信奉道教 所以就叫了青莲居士 但李白还有一个号 是他后期最喜欢的 就是折仙人 仙人就仙人 为啥前面还带个折 当时李白来到长安 遇到著名的诗人贺之章 贺之章比李白大42岁 比李白出名还早 见面后 贺之章便邀请李白上酒楼喝酒 那诗人互相喝酒 肯定要看作品啊 看完李白的作品 贺之章突然说到 你就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你是天上的神仙 被贬下凡间的吧 也就是折仙人的意思 从此之后 李白常常以折仙人称呼自己 折仙人的这个名号 就渐渐传开了 那看来李白和贺之章是好朋友 那李白和杜甫 是不是也是好朋友 李白和杜甫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李白44岁 杜甫33岁 那见面肯定是 我握手喝喝酒 我们从此是好朋友 然后两个人一同出游 遇见了另一个诗人 45岁的高士 三个大诗人见面了 饮酒写诗 李白拿起笔来在墙上写下了 梁元银 杜甫和高士 拍手叫好 太棒了 可人们觉得这个故事还不够精彩 就给后面加上了一个爱情故事 这还能虚构一个爱情故事出来 李白就是一个被世人不断传说着的人 有关他的传说和争议就没有断过 我还是很好奇 这个写手诗后面怎么加爱情故事 说李白在墙上写完字后 梁元的管理员打算重新刷墙 一个游园经过的小姐不让刷 她实在太喜欢这首诗了 为了保持原貌 她竟然花了重金买下了整面墙壁 这个故事就叫千金买币 而这件事传到了李白耳中 李白也娶了这个女子 听着挺美好的 但是有点太巧合了吧 李白的确是娶了这个女子 但是在写完这首诗五年以后 人们这么一组合一编造 不就让李白的传说更丰富了吗 那小时候我还听过一个铁杵磨成针的故事 不会也是传说吧 你听到的这个是不是这个版本 相传李白在山中读书 还没有读完就放弃离开了 路过小溪 看见一位老婆婆正在磨铁棒 李白感到很奇怪就问 老婆婆就说我要做针 那李白就说铁杵磨成针能行吗 老婆婆就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李白被他的毅力所感动 就回到了山上完成了学业 对对对 就是这个版本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如果说李白就是读书学习读书学习 你觉得还够精彩吗 不得安排一个高人来指点一下吗 事实上铁杵怎么可能磨成针 故事的最初也只是说太白敢其意 李白到底懂了什么 都是后人家的 连最后李白的死都充满了传说的感觉 又是怎么传的 民间相传李白喝醉了 看到江中月亮的影子伸出手 想抓住自己最喜爱的那里月光 最后自己淹没在了长江里 这就是李白的各种传说 而之所以产生各种各样版本的传说 就是因为他太有才华了 人们太喜爱他了 那么李白的诗到底好在哪呢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